在戏约存续期间 必须严格遵守同性交往之礼仪 若是有违反 承作人有权要求赔偿 赔偿细则如下 若是有明显意图之言语冒犯 或肢体接触 罚尽一两 我从千山走过 步履和我 恍惚间多少岁月蹉跎 你笑容背后 藏着寂寞 看不清猜不透 水里的火 唯恐随风漂泊 青春凋落 谈究牵引咎不哭 好过 本来自何方 回向何处 说不破 争不脱 是我非我 多年以前 我是谁 谁 回忍得我轮廓 你眼中的 我 是不是我 到底为谁而言 我 争来 词 少爷 来 这边 这间就是您的书房和卧室 走 我带您去看看 诶 克誉 客房在哪 客房在 客房在侧远和后远 这边 好 快带我去看 来 少爷 看 按您的吩咐 我已经把最大的主人房改成了客房 不错 对 来 这边 少爷 这是您让我给苏大人准备了关于齐王的画本 少爷 您 干嘛不直接告诉他您就是齐王呢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行 我带您到其他房间看看去 好 走 哇 这房子好漂亮啊 我原来一直以为裴大哥是那种 惠负公子哥的审美 看来我还是快了解他 惠负公子哥是什么审美啊 就是谢北明这种人的审美啊 这两天带我去看的所有房子都是负币堂房 雕梁花洞 恨不得在所有的角落里都向上京 我只是个当差的 可没那么大手笔 我看裴兄的手笔 也不小 此话怎讲 此地地处闹市 交通便利 地价和租金 在全京城都是名列前茅的 虽然这府内没有乡金欠玉 可这景观 轻心别致 陈设 精巧细致 绝非普通民居 我刚才也粗略地看了一下 府内的普通大约有二十多人 要是按照每人每月一两银子来计算的话 这光是月前 每个月裴兄教结算二十多两银子 更别说一些有资历的谱业 每个月的月前会更高 裴兄 你的身份 怕是没你说得那么简单 这里是我祖上的别院 不用付租金 而且我们家族有些商铺 每月进账也不少 我只不过靠家族避阴罢了 靠我自己的俸禄 自然是负担不起的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 来 这边 这房子 真是一般啊 裴兄 要我说 我住前 你把这儿建的 再华丽一点 怎么样 华丽 他给我找的房子 确实一个比一个华丽 叔 你刚上京城 我就希望你住得舒服一点嘛 一个个房子相经欠育的 把我的眼睛都快晃下了 哪儿舒服了 那边是什么呀 那还有个花园呢 我带你们去看看 好呀 走 走呀 这边 裴兄 我的房间 合书霜的 有没有挨在一起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给您安排房间 那 飞员不是说 有三间客房吗 我觉得我这房子太过寡淡了 不太适合贵族公子哥 相经欠育的审美标准 裴兄 我现在仔细想想 我觉得 我的风格和这个素雅的风格 还是很搭的 可是 这房间太小了 怕是要委屈了你 不小不小 人多 热闹嘛 你说是不是 那还有枫叶 对 对 这风也真好看 是谁 这笔 我之前在宫里办案的时候 见过这种橙色 可裴兄 你是从何得来的 这是七王赏给我的 我自己用不着 就给你用了 这太贵重了 你就拿着吧 我一个粗人 整天舞蹈弄墙的 用不着这钱 齐王的画板 裴兄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齐王的画板 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为我准备的 嗯 你不是喜欢看吗 哦 有这么高兴吗 裴兄 进来吧 小苏 裴兄 嗯 多谢你把我们安排得这么妥当 本来 我也的确不应该再来打扰你的 只是有些事 我想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过来坐 哦 你先看一下这个 租赁契约书 哦 你坐 哦 哦 哦 我住在这儿 自然应该支付租金 你开个价吧 不是小苏 我只是想 我明白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不能理所应当的成了这份好意 如此不知好歹 非君子所为 我不守租金 小苏肯定不会愿意常住 好 那就 每月五两银子 五两 那就不够买画本了 不过也合理 嗯 确实值这个价钱 那就这么定吧 呃 一会儿我夹在七月里 另外 根据我们的情况 我还拟了 附加条款 哦 在这儿 为成租人保守秘密 不得以此进行要挟 肢体接触 等不合规之举动 呃 在 契约存续期间 必须严格遵守 同性交往之礼仪 若是有违反 成座人有权要求赔偿 赔偿细则如下 这儿 若是有明显意图之言与冒犯 或肢体接触 罚禁一两 若是再犯的话 那就 诶 等等 你这契约出我怎么感觉 只是约束我呀 嗯 作为回报 在合情合理 不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 我也会提供帮助 比如查案 听起来 是等我出事后 帮我处理后事的意思呀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想想 既然屋主不同意 那我明日便搬走吧 今晚的房费 就按客栈的试价计算 多谢裴兄 诶 等等 等等小苏 好好好 我签 嗯 嗯 上校了 给 那我回去了 好 告辰 我这屋主 当的可真别去 是 租岭契约书 少爷 你也太小气了吧 这 这 大家都是朋友 你还收人家租金呢 哎 哎 小苏他自己坚持的 苏大长可真是有冤决呀 五两 少爷 你可真是黑心地主啊 苏大人每个月的俸禄 只有七两 你就收人家五两 你让苏大人以后怎么过日子呀 什么 小苏每月俸禄 只有七两 上次听苏大人聊天的时候 说起过 看来得想个办法 提高一下明镜首的俸禄了 大量法典共分为六篇 分别为道法贼法 求法补法杂法刑法 基本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最大的时刻 留住它 留住它 不跟屋主一起吃个早饭吗 哦 我明镜署还有未处理完的公文 就不迟了 裴兄请便 不得有身体接触 我们在七月里面已经写好了 否则 罚款一两银子 这都算 少爷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位明镜署少叔 变着反而想让我减租啊 是该捡 也不幸 再加一两 你们是不是朋友 那既然我们是朋友 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以前都行 以前 小苏 银子你不要了吗 太奇怪了 恭喜啊 恭喜啊 明镜请 请 恭喜啊 欢迎欢迎 请 银子这边请 请 请 没用 殿下 副大人 殿下光临 是 含舍 彭壁生辉啊 副大人 不用太客气 我和子佑 平日里兄弟相产 他的大喜之日 自然要凑个热闹 行兰官呢 他呀 一大早天没亮 就出发借新人去吧 这小子还挺心急 那亲迎去 是人生的大事 李叔可不敢怠慢 我也请 对 子卓也跟着借新去了 真的吗 哦 看 就忙昏了头了 也没在意那小子 应该去 苏少叔 沈少叔 我听说 吏部刚送来文件 咱们凤露要查 真的啊 这怎么长这么突然呢 这怎么就突然了呢 咱们天天干的 都是拼命的活 草就该斩 也是啊 太好了 又可以放心买话吧 王爷秦 少爷 这新娘子怎么还没来呢 这殷勤哪有这么容易啊 大家不得为难一下新郎官 逗逗讨些洗钱吗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出事了 苏慈 今早在城墙下 发现一具尸体 已证实是度假监禁 是今日 要嫁给副统领的度假小姐吗 此案涉及朝臣 经照音符已将此案 移交明镜数 由你去查探吧 属下遵命 整个案子的证据 还有办案流程 我都记录在这个册子里 说好 四大哥 你是去查案了吧 你怎么在这儿 明镜数我也进不去 只能在这儿手捉带兔了 如霜 我真的有事 我先走了 我知道啊 我是来帮你的 一言试空俱 我都准备好了 你看 这女家小姐 四哥 好了好了 别看了啊 这下厕所热闹了 起来 苏大人 莫非又是鬼新娘来损命了 嘘 快别说了 乖一下人 说这陆家小姐 那死的也太惨了 是啊 真惨 好 关节错位 肩胛骨有明显骨骑 致命伤是颈部断裂 呈现高空坠下的死亡形态 这位就是苏慈苏大人 是啊 没听说过 神探苏慈啊 神探苏慈啊 确实是自己跳下去的 苏大哥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如双 你还是别跟着我了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我保证不导乱 你不是官府的人 这样做的话 会惹人非议的 但是 原来在清水县查案的时候 我不都跟着你了吗 但此案设计朝臣之女 确有不变 你还是回去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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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不敢了 不敢了 回去小心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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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征迹目击线索 啊 昨晚 有谁看到画像上这位姑娘呢 无论任何线索 都可以上报官府 一经查实 重重有少 听说 死的是杜家的小姐 这好好的喜事 变成了丧事 杜老爷的掌上明珠 嫁得还是傅家的大公子 怎么就死了呢 啊 你们干什么 明镜叔想请你回去问几句话 我什么话呀 你昨天见过杜小姐吗 杜小姐 你说我大嗓子 她死了 有人看到你们昨天晚上在一起 所以想问问你们昨天晚上的情况 你说 你说谁死了 杜兰杜小姐 昨晚死在城小村 小兰 小姐她从小就跟傅家二公子更合得来 我想她们昨晚是约好了说要 说要 私奔 你继续说 但 但是她们昨晚见完面 小姐就回来了 还说 说她想通了 想通 想通什么 想通了要嫁人 小姐说 傅家大公子是个好人 为了两家的生育 她要好好过日子 昨晚还有什么事发生吗 没有了 我服侍完小姐睡觉才走的 我服侍了 你家小姐 半夜出去 就没有其他人看见了 你 这包袱 是你家小姐的 我能打开看看吗 她昨天是带着这个出门的吗 没有 没有呆 小青姑娘 你再好好想想 你家小姐 除了见过傅家二公子外 还有什么异常 异常 对 就是 和以往不一样的举动 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会莫名其妙地听到雨声 雨声 那天小姐看着窗外发呆 突然叫我一起陪她听雨 还说什么 雨声很好听 可是我看了看窗外 那天并没有下雨 她以前也这样吗 从来没有 晴天听雨 确实古怪 苏大人 傅子卓已经抓到了 苏大人抓到她的时候 她都还没有醒醒 问她什么她都一句话不说 好 小苏 裴兄 我已经听说了 所以过来找你 想协助你一同办 哦 我们这儿不需要你的帮助 小苏 傅家兄弟是我朋友 我义不容辞 希望你能理解 好吧 那你随我们回去 傅家二公子 已经被带回去了 什么 傅子卓不是犯人 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两位有所不知 傅公子知道杜小姐去世之后 整个人像疯了一样 我们几个人都抓不住她 好不容易才把她带到这里 把她带回来之后啊 她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才把她关起来的 这边请 她受了打击 是 情绪一定不稳 不如 我先跟她聊聊 你好 紫卓 殿下 他们说小兰死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怎么会 她怎么会 紫卓 你听我说 明镜署的苏大人来查此案 她断案公正 聪慧神武 一定可以查明真相 不会让杜小姐死的不明不白的 你要好好配合她 把你所知道的 都告诉她 好 苏大人 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 苏大人 进来吧 傅公子 在下 明镜署 苏慈 还请苏大人 一定要查出真相 这是在下 你把职座所在 还请傅公子 不要有所隐瞒 为了小兰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人指证 你和杜小姐 昨夜在城门外见面 可属实 是 你们为何见面 我和小兰约好 要到三个死的地方 从此隐姓来名在一起 小兰 我一直担心 你不会来了呢 马车就在城外 我们走 不行子猪 我不能走 你也不行 怎么了小兰 我今天来 就是想要跟你说 我们就此了断吧 不是 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走的吗 如果我们走了 对大哥是不忠 对爹娘是不孝 即便我们在塞外长乡厮守 我们也不会感到安心的 我不想因为我们俩的私情 让两家的长辈 从此成为京城的削饼探资 你已经想好了是吗 只怪我们今生缘前 我把小兰送回杜府 就去买酒喝 后来又出了城 所以你出城了 是啊 我喝醉了 直到快天亮的时候 才进城 然后找了一个酒馆 又继续喝 你为何要出城 小兰和大哥要成亲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只想找个地方躲出去 可有人证 你们这么为什么意思 紫竹 目前来看 你的嫌疑的确最大 你们怀疑我 我怎么可能会杀小兰啊 二公子 你先冷静一点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的确有动机 所以 请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在你出城的时候 有没有人能替你作证 我喝醉了出城 带着酒继续喝 然后我就睡着了 中间没有回来过吗 没有 你这件衣服 是从昨夜一直穿到现在的吗 可否 脱下来叫我一看 我们或许 可以从衣服上 找到他在城外的痕迹 证明他的清白 我最了解紫竹的为人 即便私奔不成 他也不会杀人 我们只有找到证据 才能证明傅公子的清白 也只有我查出真相 才能让杜小姐 不至于死得不明不白 既然傅公子说 他是半夜出的城 那今夜虚实 我便去还原一下现场 我陪你一起去 你一个人独自深夜去办案 我不放心 再说了 我作为朋友 也要请一份力 好 为了朋友 走吧 哦 对了 你先回去等我 我还要去一个地方 傅府 平日里以为 你对情感是最为愚钝的 没想到 这时候你反而是最细心的 将心比心 突然失去所爱之人 傅家大公子 才是最无辜 最痛苦的那个人 你该去安慰她的 你该去安慰她的 没让他们通报 免得惊动旁人 多谢王爷关怀 你也做 这幅画 我都没来得及给她看一眼 自幽 我已经见过紫卓了 其实紫卓她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 有婚约的是我和小兰 但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紫卓跟她更亲近一些 前两日 我无意当中看到紫卓的一封信 心里紫卓说道 愿意放弃一切 带着小兰离开京城 你知道她们要私奔 是啊 那你 没祖兰 一个是我弟弟 一个是我喜欢的人 如果小兰选择跟紫卓走 我愿意成全她 可如果小兰选择留下来 这一辈子我都会好好对她 让她知道她的选择没有错 谁知道吗 紫卓 你觉得紫卓会杀人吗 我不知道 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如果是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 如果是她杀 我要让凶手偿命 齐王慢走 好 原来喜欢一个人 可以这样不计付出 不求回报 喜欢应该是无私的 而不是自私的 小苏 小苏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的 好 小苏 裴秋 我本来打算看书等你的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没事 你要是累的话 可以再休息一会儿 不用 我已经睡够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刚过有时 时候也不早了 出发吧 好 紫卓从这里出城 现在她到底会往哪里走呢 金礁的西面 有许多染布防 经过的人都会在衣角 和鞋面上留下一些染料的痕迹 你看这里 我猜想 她应该是往西去了 嗯 现在呢 我们去哪儿 傅子泽说 她走了一段路 然后就停下来 喝酒 接着就睡着了 你看 这上面绿色的痕迹 应该是压到青草流出的汁水 还有她后背的这一片褶皱 应该是露水沾湿了衣服 干了之后留下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应该长一片有草的地儿 旁边应该还有一棵大树 你看这儿 这是 鸟粪啊 它应该是躺下来 有鸟粪掉在身上 然后用手擦了擦 来 我们去那儿看看 你看这个 这是紫镯的酒坛子 应该就是了 那说明 昨晚紫镯确实是在城外 但这也只是我们 猜测的路线 嗯 衣服给我 哦 我是说正午 我想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谢谢 为何要叹气啊 我只是在感叹 并不是所有至情之爱都会有结果 小苏 小苏 杜小姐的离世 一定是紫镯一辈子的伤痛和遗憾 虽然 我不能帮她解脱 但我希望可以找到事情的真相 嗯 我陪你一起 小苏 谢谢你 哎呀 这以后住一块了 就可以天天吃到小菲原做的美食了 哎 看看这是我们的厨房 呃 裴大哥 你家厨房有床啊 裴员 这厨房换地方了 怎么没人告诉我 我还没来得及 嗯 你 你是那个 小瑶是吧 少爷 如必叫小雪 你以后就叫小瑶 是 走吧 你去看后院看看 有任何行程 正义未解 裴大哥 这人和房子你都不认的 这到底是不是你家呀 我平时不怎么关注他们 这府里奴地多了 记错到也更多 没有没有 也就两三个女的 你看 其余都是男的 嗯 好了 快去看你们各自的房间了 看房间了 好 让你好好记忆 再搞好一次 走吧 几番聚散离分 重逢定不再负家人 定不再负家人 一生 一生 滚河萧索残月冷 墙底油烟寒星辰 正义未经归无情 梦魂夜夜渡夜门 渺渺烟雨漫漫荒尘 千回百转情深 我茫茫天涯 谈起起故人 何处迷归人 何处迷归人 何处远 难心相论 几番聚散离分 几番聚散离分 重逢定不再负家人 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